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鞭長是L的正立方密閉容器中 裡面充滿了駭氣 假設駭氣分子的質量是M 在室溫T度C 那個壓力是P 波茲曼長度是K 好,那麼他每秒 每秒鐘有多少 駭分子撞到容器EA上面 就算撞到A上面的碰撞頻率 按照單位時間的碰撞次數 單位時間、單位面積的碰撞次數 單位面積的碰撞頻率 我們曉得是等於6分之1 Rho V Rho的話,是單位體積裡面的分子數 是VN V的話是方均跟數力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我們把這個給代掉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PV PV是等於NKT PV等於NKT 好,那我把這個V分子N給代掉 V分子N 等於多少呢 P是那個 絕對溫度 KT 它分子P 這個除過去 所以這個應該多少 這應該是等於6分之1 那乘以多少呢 K大T分子P 它再乘以V V是那個 根號多少 方均跟數力是N分子3KT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把3KT拿進去 剩下2分子P 那乘以V 3KT 拿進去 就變成3K MT 分子1 現在就是單位面積的碰到頻率嘛 它現在它面積是L平方 所以F是等於L平方 所以就等於2分之pL平衡 再乘以這個 那我把它換成那個攝氏溫度 這個是1,3km 絕對溫度是t,加273 這個就是答案